今天是2021年10月17日 两年前的今天 周深的新歌《冬游》正式发行了 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影《冬游》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这首歌曲发行不到十分钟 就冲到了KQ音乐巅峰人气榜的第一名 并且获得了KQ音乐巅峰人气榜的日榜冠军 酷我音乐新歌榜的日榜冠军 以及亚洲新歌榜的月榜第十九名 还是有非常不错的战绩的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首歌曲里面有长达46秒的吟唱 这也是周深目前为止所有作品当中 吟唱最长的一首歌曲 而且其中还有自己给自己合身的二重吟唱 另外这首歌曲的舞台首秀 是在2019年全国巡回演唱会的南京帐 最终这首歌曲还成为了南京场专属歌曲 虽然电影冬游不佳 但是歌曲冬游却是佳品 周深最近发行OSD歌曲的频率很高 最新就有电视剧《真相》的主题曲《只为真相》 以及电视剧《八角亭迷雾》的主题曲《最好的礼物》 而根据最新统计 周深参演的电视剧《八角亭迷雾》和《真相》 在11月16日 也就是昨天的网剧播放指数排名中 分列第一位和第六位 主题曲对于影视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相信作为OST定制户 周深可以出色的完善任务 让影视剧和主题曲相得益彰 视频的最后 小编就要输出小道消息了 近日爱奇艺在上海举行了发布会 现场一连发布了260部优质项目 其中有两档英宗向周深发出了邀请 第一个是计划于2022年上下的《音乐也生活》 这档节目是由黄磊担任发起人 节目的形式是 黄磊将会邀请另一位风格不同的音乐人 登上绿皮火车 共同享受美食 风险音乐 风险生活 可谓是一半人间烟火 一半是音乐和故事 而另一档名为《元宇宙创建》的节目 则属于音乐竞技类的综艺 该节目目前提供了真实场景和虚拟世界两个场景 只在选出《元宇宙唱将》 当然爱奇艺只是发布了邀请意愿 周深目前还只是被逆要的状态 不过周深哪怕只是参加其中一档 也是非常惊喜的事情了 毕竟周深真的好久没有上综艺节目了 尤其是音宗类的节目 而且周深的二专应该也在收尾了 到时候二专一发行的话 免不了需要有专辑宣传 而上综艺 尤其是上音宗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给力的一个宣传方式了 值得期待最后的官宣结果 最后的最后 小编要说的是 没有等到纪录片紫禁神的播出 似乎又要改档期了 这就有点华彩少年的味道了 小编也不确定什么时候定档 毕竟央视任性起来谁也猜不透 小编只是觉得 这首期待已久的光亮 会不会还会被超车呢 周深的东游是否是你所喜爱的呢 周深被逆要爱奇艺的两档金钟 你觉得如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精神更新